現在前面這段路非常有趣 很多人把它稱作叫做什麼 韓國的摩西芬海 那為什麼呢 因為前面這段路大概2.3公里左右 就是每天漲潮的時候路就不見 退潮的時候路面就會浮出水面 然後一次退潮的時間大概是6個小時 所以我們今天抓時間抓得非常緊 我們待會就要通過前往寄附道 那現在我們為什麼車子停在這個地方 因為這個地方實在是太漂亮 而且很有特色 所以呢 我們各司其職分工合作 像是在鏡頭的後方 就是我們李哥 他現在已經把這個空拍機給升空了 那另外呢 Tusani他也在旁邊架齊了機器了 待會就是要拍我們車子呼嘯而過的這種感覺 那其他人呢 其他人我也不知道他們在幹嘛 反正我這趟來就是乖乖當我的司機 就開著我的車 然後前往我要去的目的地 好不好 那我們要出發了嗎 你要出發了嗎 你要出發了嗎 對 對 放心 我速度都超慢 對 Tusani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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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哥 OK 我 我還沒OK 因為我安全帶還沒綁 好 擺上去 然後你看 來 李哥你看位置好亂 這李哥的位置 全部都是李哥的位置 有位置多乾淨 就這樣乾乾淨淨的 希望等一下飛的時候不要有垃圾飛出來 我覺得 李哥的口罩會飛出來 放旁邊 對 OK 走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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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 哇 过瘾 空白机也回来了 其实刚刚开了这一段 我觉得还蛮好玩的 就海水离你几乎是零距离 那当然现在退潮状况 退潮的还蛮好的 就是道上都是没有海水 李哥 刚才有人说你忘记暗路了 对 我觉得刚才是我现在四分一致 然后你回来的 我自己都感动了 感动啊 不过其实这段路蛮长的啦 是我觉得有好几段都还算蛮精华的 对 然后其实大家经过这段路的时候 车速也会刻意去放慢 一方面是安全 一方面就是也 我觉得都忍不住稍微再欣赏一下 因为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奇景 其实我们很喜欢公路旅行 公路旅行真的就是随性 刚刚我们走那个摩西分海 然后跨到了这个基辅岛 基辅岛呈现出一种很不一样的风情 刚刚其实在开车过程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那边挂了一整串的 什么呢 缆车 待会儿或许我们有时间可以去做一下 那为什么我觉得说这里的风情呢 跟刚刚我们在这个史金那一带呢 是完全不一样的 最主要我们可以看到这里 当然这是非常传统的一些韩式的料理 那确实呢 其实这是一个非常热闹的地方 很多观看客在加热的时候 都会来到这里玩 所以这里吃的真的是非常多 但是呢 有一个区块让我觉得非常惊艳的部分 感觉上呢 怎么会在这个基辅岛 感觉上有一点点美国的这种调性 这让我回想我们过去的几段旅程 其中一段66号公路 说它是美式啊 但是这个地方又有一点英式 看看呢 这个油桶 看看呢 这台车 还有旁边的英国的电话亭 这都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东西 哇 天哪 这个老式的公车 我非常喜欢这种公车 然后呢 这早期的公车呢 这边还会挂上这个窗帘 那其实我觉得它保留的非常的好 那其实这个地方是哪里呢 这是我们今天要入住的录影地 来到基辅岛呢 有一大亮点 就是可以坐它的空中缆车 据说它是全韩国最长的海上缆车 而且水真的推得很干净 其实我觉得西海岸真的蛮特别 我觉得西海岸是一个非常特别的 一个地理环境 然后尤其是这整片泥潭很漂亮 这次我看过真的是非常干净 而且非常漂亮完整的泥潭 对 很棒 哇 其实看这些大自然的环境的时候 好像看这种西海岸 就是一个像母亲的样子 然后像东海岸就是很凶的 不是台湾就很霸气吗 就是一个人来 像父亲的感觉 你这样形容也对 是我跟你戴了好多天 这个蛮有变蛮有水准 你越来越形容东西 越来越想法了 哈哈哈哈 哇 这很漂亮 对 我们停这边好了好不好 你跟你说这一条叫 新千年公路对不对 哇 好漂亮 这边是在韩国很漂亮的道路当中 哇 哎呀 除了惊叹还是惊叹对不对 听说被评选为是韩国 全韩国一百条最美公路的其中一条 那最主要的因为韩国是半岛的国家 对 所以它这边那个路啊 外路就比较多 对 所以应该跟台湾的公路 是 是差不多 但是还是有一点点不同 嗯 因为最主要它是贴近海面 它几乎是贴近海面而建 所以外面地形怎么样 它就跟着这个地形 顺移着地形 然后来建这条公路 那据说这条是不是好像 大概将近五公里 4.6公里左右 4.6公里 对对对对对 而且是非常精华的一段 然后我觉得这绝对是很适合自家 其实我觉得这边很好耶 这边很像那种就是旅游中心 就是你看到这边还很贴心地画到这其中一段公路 这个红点应该是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 对 然后待会我们就持续一个点一个点往前开 那郁姐我们在哪边吃个饭 在这边 对 因为这边只有4公里而已 其他的地方我们多欣赏一下 然后我最后我就在这里吃饭 那所以现在呢 我现在就很累你知道吗 为什么 都我在开车 我在开车我就配合你再这样子 发呆也很累 我们去吃饭 其实建议啦 因为我觉得在韩国自驾这次真的很开心 尤其看到非常美的景色 我很喜欢海 这沿路保证你有看不完的海景 而且呢我觉得它海景特别是特别 它并不是很一致性 就每个地方 每一段公路 它都有它的精彩度 那我觉得其实这样的公路最美 就是当你开到某一个制高点 或者是半山腰 你回头去看一看 你就会发觉 哇天哪真的好棒 有没有地形非常多的变化 我觉得李哥不是不懂得欣赏 他只是不知道怎么样去叙述 他其实刚刚沿途非常开心 而且他没有睡觉 他也没有偷懒 他一直在拍 然后一直在跟我说他有多爱这边 其实这是一座山城 但以前你刚刚说的 这是渔村对不对 对 那只是呢 我常常就觉得很好玩 这以前生活 他们是理所当然 就是因为就是他们的家 但是呢 后期发觉 渐渐地发展成观光 整个产业转型 然后呢 他们会去保留他们当初生活的一些原来的风貌 让来到的人都可以了解这段历史 那另外会看到很多惊喜 像这只灯塔 可以走进去吗 可以 它这里是1963年的时候的灯塔 而且 我觉得很贴心哦 它把这上面的这个玻璃的部分拿掉 所以你直接可以感受到最自然的空气 对对对对 在那边吹海风还蛮舒服的 也可以看到这些 哇 传统的那种家的 台湾讲话好像有回音耶 有没有感觉到 丫头 我们到山上的时候会这样 OK 每个人在这边也可以 阿婆阿嬷 小姐小朋友 都是在山上 韩国人一个习惯 而且 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它整个渔村的样貌 你也可以遥想当年 他们出去捕鱼 然后渔获回来 然后 当地居民他们最基本的一些 普世的生活 这让我想到很像什么 你知道台湾的酒粪 对对对对 一山二千 那种感觉 但是 这里的感觉是更 colorful一点的 你看很多屋子啊 从上面看下去 它其实气的颜色还蛮鲜明的 然后每一层 都有每一层的精彩 哇哦 这个是什么 这个叫做Super Tree 超级树 超级树 我看一看这是用什么做的 哦 钢管 哇天呐 果然至高点不一样 这是一个天空步道 然后居高零下 而且呢 回头看看这刚刚我们所逛的这个山城 蛮特别的 我只能看天 我要看下我都吓死了 你也居高症喔 真的假的 你看看下面 这个还好啊 哦 所以啊 哇 好棒喔 直接面对内心最大的恐惧 就是高度的问题 然后我们刚刚其实这样走过来的时候 还有看到就是很多那种空中降踏车 我看很多小朋友玩得很开心 可以看看这个区块 尤其是最前面的这个部分呢 绝对是绝佳的拍摄地点 像里哥呢 根本就不敢踏过来 因为呢 这里是玻璃微墓 往下一看 直接就是 地面上的这个高度 那另外呢 这个地方我很喜欢 那边 它是一个海上渡道 那我觉得不同的高度 以这边来说是看陆地 那个部分看的是海洋 真的太棒了 尤其我觉得来到这里最迷人的部分 并不是来看海 而是回头看看这整座山城 整个渔村 现在变成是观光圣地 真的是非常迷人 而且色彩缤纷的 那我刚刚也跟李哥分享嘛 就说其实你看这个渔村的部分 它美东建筑都真的是 极其有特色 然后 哇 我很羡慕这些 就是坐在那个阳台的人 在那边喝喝咖啡 悠悠闲闲的聊聊天 我觉得 如果假期来到这里 真的是一件很舒服的事情 绝对 只会票价 哎 我们刚刚这个步道这样是多少钱 两千块韩币 哇好便宜耶 大概四四十六 只能回到四十多一点 四十块左右 对 那滑涮呢 而且呢 站在这步道 你可以看到 沿海这个海岸线 还有它的这个堤防 我觉得这个堤防 这样连上去到那里面 超漂亮的 对 重点是因为海岸线 感觉上是一个湖线 但堤防它算是直线 所以曲线跟直线 然后去搭配 我觉得这景是非常迷人 其实我讲这段 只是要让它克服一下 它的居高症 转移它的注意力而已 我求你可以走吧 哇 好 再看一下再看一下 超瘦的 嗯 不要 我可以 没有 这是其实很残酷的一个东西 坏 真的很坏 这样设计很坏 就是 每个人来到这看 你可以钻几公分的缝 对 那我觉得这是 比较针对性的 没办法 男生就是要有胸 我们做人就是要抬头挺胸 所以我们人 一定有一定的厚度 所以这个我真的过不去 我的厚度就到 好 21公分 他这里写的第一关 25公分 过不去 没有没有 我过得去 你过得去 第一关是我是地球人 可以过了 然后第二关呢 第二关呢 这样子不行 他写的是这样子 第三关呢 他是写的是胖胖 胖胖 好 第四关呢 第四关呢 叫做通通 快一点 好 过去了 好 然后呢 这个叫做标准 可以了 不错啦 这是标准 标准过不去而已 稍微胖而已 还好 还好 我们现在来到这个地方呢 是一个非常知名的景点 那这个地方呢 有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地形 可以看 这里叫什么呢 叫做震东 深谷 海山路 顾名思义 他是在海边 那震东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 井浮沟 震东边 然后深谷呢 其实就是 在这个山谷里面的这个村庄 那海山路呢 海山 当然肯定是一种地形嘛 对 好 那我们刚刚其实从上面走下来 它有一个非常舒服的步道 好 一路往下 但结果在想 回程怎么办 一路往上 我刚才他急着赶下来 你说震动之后 我突然就忘记了 好 那我们继续往下 因为我觉得 离那个 我们要去的地方还有一段距离 好 所以我们 抓紧时间 因为现在已经即将夕阳西下了 有趣吧 好 等一下上来你就知道很好玩了 这个点你找的 对 你安排的对不对 是 到时候飙挖挖角 这里叫做扇子路 扇子路 海扇路 海扇路 沿海扇子路 叫海扇路 所以这一整条都叫做海扇路嘛 对不对 对对对 哇你看 好漂亮 这样看过去 然后你又看到每个地方都有那个小的那个 管制站 管制站 因为这边就是 你就在这边 再过去的就是不是北汉嘛 哦 那然后也不可能是有分界线 所以基本上就是这也算是一个管制区 对 但是呢 当地人可以开放 让他们进来走一走这个海边的这个路 对 其实这个开放应该是没有很久 然后因为这里是跟民间跟官方一起配合 对 为了这个当地地区的游观光 嗯嗯嗯嗯 因为其实我觉得韩国开发观光真的很不简单 如同我们今天用自驾的方式 对 然后我们开车走着这个海岸公路 它的海岸公路跟一般我们所见到的海岸公路有点不太一样 因为它是紧贴着海 对 然后呢 去打紧这个整个公路 对 对 所以你在开车的过程当中 你会觉得哇天哪你离海 就是这么近 甚至呢更近的距离 那连它的这个步道 一样 它也是依山 依着旁边而见 所以我们在走的过程当中 我们会看到很多奇岩怪石 我们会看到很多海石的地形 那另外同样我们可以跟我们的海 近距离的去观察去接触 对 所以我觉得其实哇 这个感觉真的太舒服了 我们还是要走一段 好不好 它一共是2点多公里 但我觉得我们不用走完 因为现在呢 我们开车比较慢 抵达的时间有点晚 我们大概走一小段 好不好 我们再往回走 哇前面有哨所耶 对 你知道今天唯一美中不足是什么 太晚来了 不然我蛮想要走完这2点多公里 2点多公里其实还好 但需要时间来回至少超过一个小时 你不要这么累的样子 嘿 我想啊现在 嗯 假如说没有开放的话 对 我觉得连我们韩国人这种 这么美的风景啊 是 都没有机会看到 我们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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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條路很特別 它叫新萬景 這條道路造得非常漂亮 最特別的部分是在於 它是天海造船 那最主要的目的 就是要連接全山 這一帶的各個群島 很多人經過這條道路 都忍不住會放緩一下 它的車速 因為旁邊的景致 非常迷人 看到的都是大海 今天走這一段 最主要的目的地 是我們要前往古群山群島 其中有一個島嶼我非常喜歡 這個地方叫仙遊島 相信島上有很多東西可以體驗 很多東西可以嘗試 準備了 走囉 走了 開囉 好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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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柯英在拍什麼 看一下 大姐 她不是又在忙嗎 你為什麼要拍 因為其實來到這個地方 還有一個很特別的名詞 就是我們如果在屍地上 然後看到這些很辛苦工作的 這些大姐們 那其實我們會稱她一聲師姐 什麼叫師姐 師姐不就是 沒有沒有沒有 我覺得這是一個迷思 其實那個師非那個師 師 師潤的師 在師地上工作的大姐 師地上工作的大姐 叫師姐 叫師姐 所以你跟她 所以你在跟她打招呼的時候 或許你前面可以加桿跟兩個字 而且來到這邊 當然老樣子 我們到這個地方一定是放還我們的腳步 然後呢 會覺得說這邊的景色讓你覺得心曠神怡 但是最特別的部分是 不時會傳來尖叫聲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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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就完成了 裝備 然後還有就是安全帽 那待會當然要把我口罩拿下來 才能盡情的呼喊 其實剛在樓下看了就沒這麼高 為什麼上到這十一樓 爬上去一三樓變十二樓這樣的高度 看起來就覺得要挺高的 哇 好棒 謝謝 謝謝 可以走了 OK Let's go GO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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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漂亮 這是一個非常棒的體驗 然後做的經驗是 用的擺盤 也就是溜鎖 這是第一次呢 在海面上溜鎖 然後可以看到這邊海 非常的漂亮 哇 那其實它的速度呢 並算太快 是一個非常舒適的一種 緩慢的節奏 有點刺激一點點 但是呢 絕大多數都是感受到非常舒服 那這一段呢 其實不會太長 但是呢 我覺得這是一個超棒的體驗 這邊比較好看 比剛剛那邊好這條 對 對 那條就滿舒服的 爬很多 玻璃很好奇 我們現在到底要去哪 我們就是要去看稻田 要看稻田 因為這個全路要北道跟南道 這稻田超出名的 啊 殘米的地方 對 對 這樣風吹過去還會有稻浪 對 哇 好 好 哇 可以拍到這麼漂亮的景 欸 哈哈哈哈 欸我覺得這個車子這樣顏色就很好看 喔 然後可以上路來填白衣的 金光色的稻田 對 啊 很漂亮 欸然後我們來了那麼多次全路道 真的沒有來過這種農村裡面 而且剛好又是秋天 秋收季節 所以那個稻田現在全部都長出來了 然後 滿滿的賣稅 對 是滿滿的稻稅 然後到時候就很收成 所以在這個季節來到這裡 非常多的 後面那個是高速嘛對不對 對對 高鐵高鐵 高鐵 其實台灣送貨 一年送貨兩三次嘛 所以 你們看這種機會比較多 但我們韓國人 只能一年一次而已 因為我們知道這邊的稻田是一年一貨 對 對 所以這裡呢 我們來到這邊最主要就是要吃米 對 跟米食有關的食物 我們都要來嘗試 那我們 為了我們的衣裳 從今天開始 我們就是三尺立白米飯 好 好 這就是我夢寐以求 最想要來的地方 就是德魯納酒店 但不是在這邊 是在另外一個地方 想到德魯納酒店的想到IU 這地方呢 它的地勢比較高一點 它雖然還不算是一個制高點 但是我們現在是上到一個地方 是盧達山 那上盧達山呢 當然我們要來搭纜車 透過畫面應該可以看到上面有很多的纜車 來來回回的 沒錯 這是我們待會兒要搭的交通工具 這一次呢 來到木浦呢 是第三回 這是一座我非常喜歡的城市 當然呢 這一次呢 帶觀眾朋友呢 肯定去跟之前兩次不一樣的地方 跟著我一起期待吧 走 我們先搭纜車 哇 下一台是我們的 這個纜車值得介紹一下 因為它是群盤坡目前最長的 一共三公里多 其中啊 比較特別的部分就是 由2.4公里 它其實是在陸地上 那它有大概820公尺左右呢 是在海上的 而且你會從不一樣的高度去欣賞 這片土地 非常特別 哇 其實呢我們現在算是蠻高的 然後呢 耳邊會聽到風聲 它風聲非常的大 很明顯感受到 整個車廂不斷搖晃 所以李哥很緊張 好 但是我們這種地震也要習慣了 真的不怕 那其實呢一上來 我就覺得這一片 景觀我非常喜歡 因為我最喜歡做纜車 最主要是因為你的視野是360度 包括我們現在做的就很像這隻玻璃帷幕 連底部都用水晶包廂的這種車廂 所以往下看呢 哇也是看得很清楚 木木呢給我的感覺 它的顏色非常的鮮明 就是很美的藍 藍顏色來自於天空 來自於海洋 它的綠來自於古達山 來自於它的這個山林 那除此之外呢 當然它還有非常美麗的城市景觀 天啊我超喜歡這裡的 另外一邊是海 好漂亮喔 但是還有涼亭耶 這個纜車呢一共有幾站 三站 第一個是我們剛剛上車的北港站 然後還有就是如打山站 那另外一個呢就是高下島 高下島站的三站 據說等一下呢 有個地方有一站 還有一樓有很好喝的咖啡 我們一定會去造訪的 我們剛剛呢 離開了纜車站 本來想說印象中多半 譬如說呢 有一個很特別的咖啡廳 它如果是坐落在這個纜車站 這附近 它肯定是一出站就到 甚至它就架設在這個纜車站裡面 但是呢 事情沒有我們想像中那麼容易 為什麼 因為呢 那個咖啡廳 在遙遠的那一方 如果有機會到那邊 我至少要喝兩杯 哇 終於走到了 哇 天啊 我們剛剛其實呢 走的並不算長喔 大概650公尺的路而已 好 然後其實那段林道 非常舒服 看到我們面前的這個目的地呢 一樓是咖啡廳 這是我們夢寐以求的咖啡 待會我們一定要喝 那上面呢 其實它是一個展望台 展望台呢 你會看它的設計很特別 其實有點像是過去那種 軍艦 船的這個造型 那包括呢 還有這個大炮 還有一些船型 然後你看喔 對著天空這麼一看 你會感覺 雲在動 它的船也跟著在動 很像是 航行在海上的這個軍艦 有沒有這種感覺 啊 天啊 好漂亮喔 走 波比機帶要 稍微看一下 看看這旁邊的這個橋 跨海大橋 其實這裡呢就是 木捕大橋 從這個角度看 最漂亮 完美的一個弧線 然後呢 下面呢 也讓我非常驚豔就是 其實它 橫著在這個島的邊上啊 它有這個就是跨海 木棧道 很長喔 從那邊一直綿延到 那個無止境的感覺 那其實這次來到韓國 我覺得自駕的過程當中 我非常的興奮喔 因為這裡的道路的基礎建設 非常好 它不僅僅只是平坦而已 尤其我們這一次呢 走了很多 都是沿著這個海岸邊上 那其實它有很多島嶼 但是這些島嶼 他們並沒有去放棄這些土地 而是用各式各樣的方式來串聯 讓它的土地呢 有更多的延伸性 可利用的價值 所以呢 不管是 藉由跨海大橋 不管是藉由攬車 它讓這塊土地 有限的土地 有著無限的可能性 哇 我太喜歡這邊了 哇 哇 還是有點冷 啊 好漂亮 來 每個人的心中都有一個夢 而韓國的每座城序 幾乎都有一條大橋 李哥說他來到這裡有個夢 就是要來衛繪這座全韓最長 也是世界第三場的 李哥我們想要上的是什麼 這裡是衛山大橋 對 我們要上衛山大橋了 你看那邊 超漂亮的 還蠻長的 對 而且好敏穩喔 天啊 它上面呈現的是很玩 而且很開心 超級 好 好 走 出發總要有個方向 穿過衛山大橋 我們今天的目的地 就是要到衛山大橋上的景觀台 喝杯咖啡 不過這過程好像沒有想像中的簡單 哥 你這次帶我們來爬哪個百月 我們現在是在那個 這個地方叫衛山 然後衛山是百月之一 然後我們可以看到這邊 其實它的整個規劃得還滿好 只不過當然是鳥無人煙 對 我們剛剛這樣一路走了 我們大概已經走了大概三十幾公里了 你剛剛怎麼沒有說要開車上來 看到車來應該就到了 看不到鏡頭的馬路 我們不知道還要走多久 但既然是景觀台 應該是在一個指導點 可能還要再爬一段路 過程還滿好玩的 竟然還有這個健身器材 再墮一下 再墮一下就受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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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這樣很舒服耶 放個角度看世界的感覺 對啊 如果有一天世界都顛倒了之後 你要去學會怎麼樣 顛倒看這個世界 而且有發覺人在倒立的時候 好像沒有什麼辦法去思考太多東西 你只能放空 放空 嘿 這個 貴山景觀台 對 然後距離八百公尺 李哥 看一下是不是還有八百公尺 快到了 其實呢 我覺得這個很適合使用在這個台灣 為什麼呢 噴在臉 苦苦的 被中毒 OK 其實我們剛剛爬山爬一爬 我看到這個東西 我覺得很好玩喔 這是幹嘛的 各位 這是驅蟲的 是防蚊的 然後它甚至在路邊 就是每個人都可以來使用 拿起來只要拿起噴頭 然後對著身體噴 就可以打到小骨 我覺得這個設計真的是超貼心的 這個設計真的是超貼心的 3 2 1 3 2 1 走 它工具要往前面才能動喔 好 喔 有有有有 這是哪裡啊 這裡是衛山 衛山 好棒喔 那個海提 對不對 它的市場 海鮮市場 它後面也有畫面耶 其實這也蠻精彩的 蠻好玩的 而且呢 感覺上很像自己在操控 你分了嗎 我有點暈了 剛剛沒有那個 它只是往前溜一點 有什麼好暈的 我覺得很厲害 因為它那個VR是 就是360度 包括你往下看也有 我們剛剛去過很多地方 我還看到有寺廟 有海岸線 對 對 有森林 然後還有這個溪流 很漂亮 我剛才問工委 他說這裡就是 這個地區是東區嘛 過橋這個當東區 是 他給我們看的就是 這周圍的那個旅遊景點 所以其實衛山還有很多地方 我們還沒有去發掘 對 因為真的是太漂亮了 好 所以我們要到樓上去了嗎 好 我們到樓上去 走 我已經到頂樓了 但是呢 李哥還沒到 給大家三秒的時間 一二三 我們差了三秒 對 是 你看這邊 衛山大橋 果然要登高才能望遠 對 剛剛我們在下面 其實景觀都很漂亮 只是說來到這個頂樓這裡 你才能看到他所有的全貌 他真的很長耶 哇 這真漂亮 哇 好棒 好棒 而且我剛剛有分享 就其實雖然說 他是一個工業化的一個都市 但是他這裡的空氣真的很不錯 我知道了 我觀察到了 其實我覺得為什麼他空氣很好 因為他森林覆蓋率非常的大 還有很多樹 可以觀察一下 整座的城市你看過去 除了一些建築 除了一些工廠 其他的都是綠色的 所以我覺得他綠花綠花的非常的好 把整個城市的這個空氣頂質 都大大的提升 耶 好棒 好啦 我們完成任務啦 好 我們今天已經上到那個景觀台 等一下我先走了 沒有 沒有 看不出來這一套 你剛剛震了一下 我覺得地有震一下 你知道這很高嗎 63公尺 對 你看人家 谢谢大家